在昨天過後 今天你會看到 民進黨各個立委 他都開始狂寫臉書 說心得 這當中的這個人 還寫滿多編的 黃潔 黃潔說陳玉珍看到他 像看到獵物一樣 他頭髮被扯 好像被野獸給咬到 身上還有疤痕 但是他怎麼講的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要捍衛民主 所以這一些基本上 都是光榮的印記 那當時呢 大家就在講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是 表示說還是需要告訴大家 你也有在現場嗎 好 另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有人說 徐曉鑫當時是不是拿民進黨旗 去勒王美慧的脖子 黃潔還轟他 無恥是意殺人 那曉鑫說 以我的身高跟我的體重 應該是很難 像他們說的那樣 使用暴力 我是勾住他的手 希望把他給拉開 不是勒住他的脖子 黃潔甚至還指控有人偷吃他們的香蕉 之以為他們 你怎麼在笑 來 黨團要提供給委員們 就是備戰 你知道這樣跑馬拉松 都要備戰體力 那給吃香蕉 結果後來呢 有人就說 哎唷 張淇楷 你怎麼吃我們的香蕉 黃潔講的 張淇楷說 突然說 你怎麼會員邀請我去吃的 不是我自己拿的 是你們的委員說 要吃香蕉嗎 怎麼變成說是我自己拿的 他說不要含沙攝影 其餘的他之外還有誰 還有范雲 范雲的昨天出來 聲援中家病的時候 很多人問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對象是誰 他是跟陳金輝 是一位女立委 抓人家屁股 然後熊抱的人家 你怎麼會這樣還聲援他 范雲的講法是說 你們永遠只看得到別人的性騷 國民黨你們自己的性騷犯 怎麼都不管一管呢 你們這個叫做政治操作的性騷 現在的這個民進黨 大家想問是不是真的 如果說還持續留在裡面 特別是在做不分區 跟黨有關的話 基本上都會還蠻大聲的 在捍衛黨的 可能也因為這樣 你看到的是先前捍衛黨 沒選上的 即便如此都會有工作 目前莊靜誠 吳英寧已經確定了 說要出任的是行政院中辦的 正副執行長 大家就在說算一算到現在 等一下要爛一下高嘉瑜 不知道狀況怎麼樣 原因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真的嘛 就是如果說你對黨真的是 一心中心捍衛黨的話 看起來就是跟著黨走 準沒錯啊 那當然大家在昨天 這一番亂動之後 也有人去問了我們的 新麥蒙 麥麥主席 麥麥主席 怎麼講 那來陳吉麥說啦 其實他昨天看 因為他當過委員嘛 他說朝野政治攻防啦 這個都是正常現象 那他給予尊重 可是大家說不是啊 我們的麥蒙啊 您過往在立院的時候的狀態是什麼 來看一下直接畫面 陳吉麥委員 他現在講了基本上他看起來他認為都是正常現象 回過頭請教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昨天過後發現了 包括黃捷 包括范雲 在臉書上頭的發文 量還滿大 沒有啦 他就是趁許曉昕嘛 他本來就是以許曉昕為假想筆啦 不過這個沒有用啦 因為 不過他那個選區很好選啦 所以他再表現不好也是會連任啦 問題在這裡啦 那反正他 他到最後人家還是要看他在立法院的真正的表現 這個光是當網紅蹭粉是沒有用的啦 我倒是覺得國民黨會面對 就是 我是說禮拜二喔 國民黨真的要想一想他的策略啦 因為我覺得賴清德就職完 禮拜一 禮拜二 你就會看到群眾開始湧向立法院啦 除非民進黨下 下這個下令要大家去勸阻 不然我認為一定會有包圍立法院的行為 這些人不會散的啦 不可能啦 那國民黨是不是會看到這樣的場景 你就感到怯懦 其實我昨天看到傅昕齊那個講話 我是很同意的啊 你禮拜二如果怯懦 那你大概也不用混了啦 我講白了啦 就是這種情況 就對方說謊到這種程度 什麼未經討論 未經公告 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你在這種網路的壓力 還有綠媒的塑造的壓力下 然後群眾的包圍下 你就怯懦 那你怎麼當在野黨啊 坦白講你這樣會被人家看不起啦 所以我認為禮拜二一定要硬幹到底啦 而且我講白了喔 人事調查權 聽證 這種東西你沒有搶在賴清德部長 來上班之前通過有意義嗎 是 你就不適用了嘛 而且這個會期 你就要面對NCC的主委耶 對 你就用不到了嘛 所以你要去想那個法案本身的 這個時效性 因為我今天跟另外一個朋友 同臺就說 這個法案有必要急著現在過嗎 四連慢慢討論嘛 四連慢慢討論 民進黨什麼時候 在跟你慢慢討論 不會過 現在不過以後就不會過了 我跟你講搞不好禮拜二 我跟你講 民進黨搞不好還準備東西來丟 丟到你現場亂七八糟 讓你無法開會 因為昨天是用頭 已經用舉手的方式了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 所以我說 你不要去低估禮拜二會發生的狀況 搞不好又給你弄到 你根本沒有辦法把那個地方 還要收拾議場拖你的時間 就是這樣 反正他一定會無所不用其極 反正你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敗下政來 那我就說你這個政黨 就是沒有用的在野黨 就這樣 來 請教永平姐 這個立法院的內規 是五二一次會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在 這個星期五的這一次會中 他沒有採取很強硬的手段 是適當的 因為不可能 因為五二 還有禮拜二的一次會 那你要一開始就說 第一個你也不曉得民進黨 會打到什麼程度 會離譜到什麼程度 大家有點在彼此測試底線 可是現在這樣的 很清楚的情況下面 我個人對韓國瑜做立法院長 我還是有所期待 因為我們看一個人 要看他過去的很多言行跟個性 我並不認為說他真的像 王金平那樣的軟綿綿的個性 什麼東西都是不管是非 全部都要以和為貴 韓國瑜至少他過去 並不是這樣的風格 那他如何的可以沙盤推演 甚至我覺得禮拜二 他一定要認真的考慮 要不要動用警察權 因為這個確實在院長的權限 確實在院長的權限 那當然大家會認為說 你新的政府上台 你就如何如何 可是一樣 賴清德現在要上台 賴清德對大家展現的是 什麼樣的方式跟風格 就是說我就是少數總統 我就是少數要硬幹 我40% 我絕不跟你和解 我要跟你硬幹到底 他已經擺出這樣的架勢了 對不對 本來我們覺得說 哪些議題它是不是有個彈性 本來我們也以為說 那你核電的問題 跳電跳得那麼厲害 是不是用童子嫻出來測試 結果他現在他的經濟部長 他的環境部長 全部都還是要繼續搞非和家園 你所有的問題 你都要跟民意 跟60% 跟在野黨對著幹的時候 你掌握多數的在野黨 還要客客氣氣 人家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投票選你們 一點用處都沒有 我希望 第一個我覺得國民黨 因為年輕人很多 他要退回 變得很懦弱 不太可能 但是韓國瑜是關鍵 星期二 我覺得他的沙盤退演 甚至要不要動用警察權 必須在他的考量之內 是 請站在下 我覺得禮拜二要把他 五個案子都過了 都把它通過了 因為也不要再拖 因為拖了之後夜長夢多 再來拖了之後 就積蓄更多的不滿的能量 等於雙方的負能量 就會持續增加 到了下一次大決戰的時候 就會到處四處開花 所以我覺得下禮拜二 就是要展現你對 國會改革法案的決心 不能因為說 昨天的這些騷動 然後就讓這個禮拜二停下來 就算場外有人聚集又怎麼樣 本來昨天晚上有一個群組 有很多的議員群組在那邊 說那我們要不要動人去 有人說不要動 你就看他怎麼解決 因為現在執政黨是民進黨 你去動的時候 等於幫他解圍 你去幫他變成移轉目標 然後你就看他們在外面 會帶到什麼時候 然後民進黨的這部分 要怎麼去處理外面的群眾運動 因為10年前不一樣 10年前民進黨是在野黨 是徹徹提提的在野黨 現在民進黨是執政黨 他繼續延續之後 他的表達處是什麼 他總共公盡立法院 公盡立法院是誰的問題 變成民進黨的問題 所以我是覺得下禮拜二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傅崑奇 要跟韓國瑜稍微做一下溝通 這到底在程序上面要怎麼走 是否我們就把會議時間 去做一個控制 然後就一條一條把它表決起來 讓展現決心 也讓民進黨知道說 以後未來這三年半多裡面 不能再搞硬了 因為硬的話別人會更硬 其實重點就是 我覺得在這一些過程當中 因為網絡上面是一個 蠻重要作戰地點的 是不是相關的論述 國民黨藍營 白的這邊我也有看到 是不是把這些補齊 讓大家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